数据结构第三章标题是战和对列 实际上战和对列都是线性表的结构 它们都属于线性表 因此第三章可以看作是第二章的一个延续 那在第三章中战和对列主要会考察某些应用 比如说战的进出操作 进出序列以及对列 当然战是先进后出或者叫后进先出 然后对列的话是先进先出后进后出 考察入战出战入队出队的操作 或者说一块结合起来考 包括还有循环对列 输入输出受限的对列等等 同样还有战和对列的一些应用和特点 那战在敌规中的应用 战在表达式求职中的应用等等 那在最后还讲到了有关于特殊矩阵的一些概念 这是第三章的整体内容 我们先来看考点4 考点4是战和对列的基本性质 首先先看战和对列的定义 战的话只允许在表的异端进行插入和删除的线形表 它所谓的异端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站顶 用一个top指针来表示这个站顶 只允许在表的一端进行插入和删除的线形表就叫做站 站的特性就是后进先出 LIFO 然后又称为后进先出的线形表 就是站 对列的话跟站是相反的 看这个顺序 这边是后进先出对列是先进先出 FIFO 在对尾插入在对头进行删除 比如说这个对列就是我们生活中排队的那个对列 每次站呢 你都是每次你要站队呢 都是要站到对尾的 然后你出对的时候 你一定是对头 你看这是第一个 所以对列要成为先进先出的线形表 这里注意在做某些入站出站操作或者说确定序列的这个题目时 我们要记住下面这个特点 就是某个元素出站的时候 只要是在它后面出站 并且是早于它进站的元素 那么这些元素 它的出站顺序跟它的进站顺序肯定是相反的 比如说这里举个例子 如果进站序列是1234 那么3最早出来的话 那1和2它们出来肯定是先出2后出1 因为3如果第一个出来 说明1和2肯定都在3之前已经先入站了 那1在站底 2在1的上面 出站呢肯定是2先出来 所以顺序肯定是21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靠点5 因为靠点4的那种相对比较少 它就只涉及到一个站和对列的定义 我们这里顺便靠点5也看一下 靠点5是介绍站和对列的清楚结构 首先一个很容易考的叫循环对列 那循环对列呢是一般是用数组来存的 或者说顺序存储的这个一个方式 用顺序表来存储的这么一个对列 逻辑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环 虽然这个数组它可能是一个有限长度的 但是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手尾相接的一个环 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的对列 这样它就这个对列呢就没有一个溢出的现象了 那这个这一小段数组的存储空间可以充分利用 那当然它既然成一个环了 那么它的出对入对肯定是要涉及到取余的运算 也就是这个百分号 出对元素出对呢一般都是头指针 等于当前的这个头指针加一 然后对最大规模 也就是这个数组长度去取余 然后入对操作呢就是围指针 等于当前围指针也是加一 然后取余对最大长度 然后对列的长度呢 那就是围减墨 围减手 Rare减去front 对位减去对手那个指针 然后再加上一个最大长度 这一串然后再对最大长度去取余 front就是对手 Rare呢就是对位 而Rare是对位下一个位置的情况 这里Rare不是对位 这Rare是对位下一个 那你如果是对位的话呢 这个Rare还要给它加一 Rare指向的是最后有元素下一个位置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区分对空还是对满 如果front指向对手 Rare呢指向的是对位 这样它有可能造成 无法区分对空还是对满 那所以这里我们为了区分对空还是对满 一般来讲 为了区分对空还是对满 它可以有若干种方式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都采用牺牲一个存储单元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比较常见的 那也就是说 对头指针在对位指针的下一个位置 作为对满的标志 比如说现在这个图中 这是一个循环对列的图 对满的条件就是Rare加1 然后取余的话 它等于front指针 这个是对满的条件 而对空的条件呢 是front就等于Rare 这样是对空 就等于Rare加1 我们下期再见